大家好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呢 是给基层的老百姓 可能大家 也看到了这几期的这个视频啊 非常感谢咱们的微信朋友 也给我提了一些合理化的建议 给我很多的赞美说 黄老师小眼红扑扑的 其实我是下乡的时候 我去到那个蓝县那个风口 风特别的大 然后当时呢戴了口罩 下了车以后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在口罩摘了所以就昏了脸有点 所以感谢大家 还有朋友呢听到我的声音说是有点 傻眼了是不是感冒了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 这个地方的录制条件问题 为了避免就是这个地方的噪音可能用手机录的 距离比较远 也希望大家能够见谅 感谢你们的提议 那么这几天呢我们为什么我要老去到基层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国家的项目叫大肠癌的 早诊早治 我们有两大块 第一块呢是要在基层 给老百姓进行问卷的筛查 问卷筛查之后呢 我们要给他做一个大便的浅血实验 简称OB实验 这个大便浅血实验呢 我们在很快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结果 如果他是阳性的话 我们要进一步给他做 肠镜检查 可能有朋友就问了肠镜 痛苦吗 其实不痛苦 一个正常人的肠镜15分钟就结束了 可能有一点微微的肚子胀 或者微微的腹痛 通过肠镜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什么呢 我们做胃镜也好 做肠镜也好 其实我们的普通胃镜 和我们的超声胃镜 有什么区别 这是咱们的网友问我的 其实的普通胃镜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的内窥镜 这个内窥镜呢 就是长长的管子的一端 接了一个就是光学镜 接了个光学镜 把这个镜子 它呢就是很微小的 我们现在用的镜子都非常的细 它在那一端 然后进到我们的胃里面的时候 这个电源一打开 我们操作者就可以在这边 观察到胃里面表面的这些情况 这是普通的光学镜 它跟超声镜不一样 我们现在有了超声镜 超声镜是什么呀 它是在光学镜的旁边又增加了一个超声镜 这个光学镜和超声镜两个小镜子都进去以后 这个光学镜只能看到胃表面 而这个超声镜呢 它进去之后就能够看到我们胃的黏膜下面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发现一个肿块发现一个肿瘤 这个肿块或者肿瘤来自哪里 来自于我们整个胃黏膜的哪一层 它的性质是什么 它都能够一目了然 它是通过声波来直接反应的 所以呢 对于我们之后一些人的比如说有胃痛 反流性胃炎或者是胃不舒服 做胃镜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做超声镜有可能就能够及早的发现 我们胃黏膜下面隐藏的一些定时炸弹 所以呢能够更精准的进行检测 也利于我们之后的精准治疗 给大家呢带来更多的便利 好谢谢大家